今天一早 苍南县龙岗镇新美洲村发生了一件怪事 新美洲内河的河水竟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血红色 这让在线记者赶到现场 据当地一位姓超的村民介绍 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 河水看起来还挺正常 到了六点左右 河水越来越红 就像血一样 之前并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过 记者仔细观察了一下 非污染的河段大概有两三百米长 河道两岸的收货垃圾比较多 周边除了一些居民区 以及一家农贸市场之外 我们在MMO的RPG业务 World of Warcraft Diablo 3 Diablo 2 The Elder Scroll Online 我们可以给你 Service of in-game gold, items, power levelings, POP boost and so on Entering a lottery by member points With 100 reward guarantee There's even possibility that you can win 100 US dollars as reward KK4G.com A trust for the website KK4G.com A trust for the website KK4G.com A trust for the website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Check out KK4G.com 并没有发现化工企业株扎 当地的环保部门也已经赶到了现场 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今天早上我们五点来周 接到群众的反应 反应新美洲这条河道 河水非常的红 所以说我们马上就组织人员进行的大排查 下水管道 我们的宴井盖 我们打开了两百多个都进行了排查 排查的话 没有发现这个有污染物往河道里面排这个线线 但从目前整个调查的情况来看的话 这条叫辅业桥的下面浓度最高 现在基本上可以排除企业有透露板的线线 这个河道排的什么污染物 以及存在什么原因会这样的话 我们要等监察报告出来 这个分析好之后 有针对性地进行这个排查